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客户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掌面厚重饱满 有土人的特质 这个从手指的形态来看的话 有木人的特质 所以说是木土结合的掌型 有土人的文中传统 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所以说这个是这种 两种手型结合的一种 综合型的手型 那么从五行当中的是木刻土 这个手上当中 有两种相克的元素的话 这个运势还是见一些动荡 我们从这个手指的形态来看 那么手指 这个小指是修长饱满 特别是这个右手代表后天 右手尤其要看这个 跟小指的一种特点 小指如果三观不愁吃河川 跟子女的缘分深厚 到了晚年的话 能享子孙福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手型特点 不过我们注意到 从十指和无名指对比来看 在兄弟姊妹 十指是代表跟兄弟姊妹的缘分 兄弟姊妹缘分烧钱 比较注重姻缘 注重自己的另外一半 所以说成家立业之后 还是比较顾家的一个人 我们从这个 手指的形态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四指还是不错 四指指度饱满 四指严丝合缝 能走财之进退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我们从这个掌丘和纹路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从掌丘和纹路来看一下 尤其是这个金星秋 非常的高隆饱满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的深厚 尤其是这个湖口第一火星秋 非常的高隆饱满的人 有勇气面对挑战 并且伴有决定线 决断力非常强 加上这个左手是属于段掌 有段掌人的决断力 处置非常的果决 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 于下决断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质 同时水星秋也是非常的饱满 水星秋高浪饱满的人 一般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也代表在商业方面还是颇具 敏锐的嗅觉 食指根部 训工位置也是比较高 这也是沐星秋所在 代表做事有自信 而且有报复心和野心 同时也是传统首相当中的 正才为训工所在 正才本职工作不错 从事业线深刻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正才本职是自己老本行 也是自己的根基所在 有了正才才会 这个后面才能够再度发展 月秋也是非常的饱满 月秋饱满高龙的人 想象力丰富 那么比较注重心 精神世界 从脑线的弯曲有弧度 也可以看得出来 直至脑线的稍贱折断 后期我们在纹路当中 会讲到这一点 有一些爱幻想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特点 那么金星秋 饱满高龙的人 我们说过犹不及 有一些重物欲 有一些重物欲 这一点是需要多注意 那么后面我们在纹路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这个重物欲 容易出现财运的一些耗散 好了 我们再看纹路 纹路左右手对比来看的话 这个 左手先天右手后天 左手是典型的断掌 右手非断掌 所以说右手脑线和生命线 变得尤其的粘贴更长了一些 在后天 特别是40岁往后 处置更加的保守谨慎 更加理性稳重了一些 当然 左手也是粘贴比较长 本身也是属于这种 偏传统保守的人 也是符合 土长人的一种特水 尤其是到了右手 后天是更加明显的 那么左手是断掌 这个说明年轻的时候 青年时期 35岁之前 做事偏强势 断掌是 有感情线和脑线 和二为一 是理性和感性混杂在一起 所以传递出来的能量很强 所以说 先天年轻的时候 能量很强 比较偏强势 所以说 是非常利于事业的一种 手掌的纹路 决断力非常强 做事也是说一不二 有始有终 贯彻始终 断掌人 我们都知道 他在因缘当中表现 有一些强势 有一些不利因缘 利于事业不利因缘 我们从文路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文路我们从流年来看 首先我们注意到早年 生命线初期还是建上升线 上升线分流年 如果出现在早年的话 代表是学业方面不错 脑子挥脏 非常聪明 好学 那么年接长的人 也是从小懂事 从小懂事 不会说是出现太过叛逆的情况 所以说早年运势还是不错的 那么只是说 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性稍强一些 我们看到年贴长的人 特别是在这种依赖性 会导致在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建导人 会导致 在离开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建一些 有一些不太适应 所以这个期间是出入社会 离开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 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是20到25岁左右 出现这种导人的话 就容易出现 吃些苦头 交些学费 但是他本身也是 低火星就比较高龙的人 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是越挫又勇 越挫又勇 是好胜性非常强的一种特点 加上本身也是断档的一种格局 这种人的一般 好生心强 事业心重 所以早年的坎 可能会很快的适应过来 只是在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中年 有一个阶段出现 生命线两个连续的导纹 这个导纹 第一个生命线出现导纹的话 说明了身体方面 有一些不太适应 注意劳逸结合 本身也是处于 好生心强的一个人 所以说 要调整心态 才能够让身体恢复活力 运势才会慢慢提升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脑线同期也会出现一个折断 这个脑线的折断 脑线不但反映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波动 如果是出现折断的话 就容易见一些动荡 这是刚才讲的断掌 有脑线的分支 是一种偏假断掌的一种特点 所以说也有断掌人的决断力 断掌人过于极端的话 有一些刚臂之用 但是有脑线的一些融入的话 会参加一些理性的成分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种特点 只是脑线出现折断的话 就容易在感情当中出现一种犯情伤的情况 特别是我们说断掌要看 从前面从左往右看 从前面这段看是当做脑线 从这边往上面看是当做感情线 所以说根据这个原则的话 感情线还是见一些锁定文 所以说因缘桃花是见一些坎坷 加上脑线折断是容易犯情伤的一种特点 加上本身生命线内侧的亲密关系线 亲密关系线从流年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23到25岁就出现这种 桃花的因缘的道理 那么亲密关系还是见一些杂纹横纹的干扰 所以说感情有一些不太顺畅 这是断掌不利因缘 加上结婚线也出现下垂 结婚线下垂是不太好的一种纹路特点 所以因缘方面是好事多谋 那么在事业方面倒是不错的 这个事业线基本上是穿破了脑线 基本上直达中指土星球 这形成冲天纹 事业方面格局还是不错的 那么到了右手后天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一样的一个特点 右手后天我们刚才讲的纹路更加的粘贴 更长了一些 并且也在分离出剑道纹 说明在整个后天来讲 处事变得保守紧善了一些 年轻的时候吃过感情和事业方面的一些苦头 随着经验的积累 也会变得更加的理性和沉稳一些 那么从整个右手的状态来看 我们注意到他的结婚线很长 结婚线初期出现一个倒纹 说明因缘当中还是见一些动荡 但是他的结婚线延伸到太阳线 如果是说跟太阳线刚好接触到了 基本上是代表一种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另外一半 对方的经济条件也不错 门当户对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讲过犹不及 如果是说结婚线它过长 基本上延伸到刺破了太阳线 那么就容易在因缘当中过犹不及 有一些因缘见动荡 加上本身感情线有一些弧度上翘 并且尾端也侵入到直缝 所以这样过于上翘的这种感情线 在感情当中 刚才前面的长秋的一些金星秋过于饱满的 就在这里得到印证 欲望稍重 如你在感情当中沉迷失去自我 在感情当中有一些过于沉迷其中 这个需要多注意 这是感情线的一些问题 同时我们注意到感情线早期的导文 这个结婚线出现的一些导文 也是预示着因缘当中 见一些坎坷 甚至有分离之苦 不过这个结婚线上下都有子女线 那子女线说明了跟子女缘分深厚 刚才讲到了小指也是过三关 同时也得到了这方面的印证 跟子女缘分深厚 晚年倒是能够想到子孙福 这是事业感情 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讲的话 事业和感情方面都建议一些 这个事业方面还是不错 这个感情方面还是建议一些动荡 建议还是请缘腐化解 这是整个手上的一个分析 如果此外困惑可以看视频 出场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